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后都是联系到它的热力学 那还有另外一种平衡我们常遇见的 除了酸碱的平衡之外 还有一种是眼泪的平衡 那眼泪往往它们不见得都是很容易融的 有一种微融的 那这个一个眼泪它好不好融 是由什么来决定 它会不会融 它融到什么样程度达到平衡 它的反应程度是从它的平衡常数反应出来 对不对 平衡常数它反应 它反应出的是一个化学反应 反应完全的程度 那K值越大的时候 表示它越容易倾向往右 反应完全 那如果是反应程度很小的时候 那它倾向大部分是留在reactant 反应物的这一边 那么特别针对盐类 盐类它的溶解 举个例子 AGCL 这是一个盐类 那它如果说溶解的话 会产生因微义质 绿离质 对不对 那它的K要怎么写 所有的平衡常数的描述方法都是一样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写正规的写法的话 应该怎么写 就是应该AG正 然后还记得活度吗 还记得嘛 所以应该是处理它的一个reference 对不对 然后再乘上绿的 然后处理绿的的时候 它的reference 那记得我们说对于溶液来讲 它的reference state是多少 E嘛 所以就到时候这边就会不出现 然后AGCLA 可是如果是固体的话 那它的reference state就是它自己 所以这边就不会出现 这边就不会出现 这边也不出现 这边也不出现 所以到最后 我们平常看到 导致最后我们平常看到的 眼泪它的有理的话 就变成这样子的描述方式 OK 那如果是有细数的 那就变成四方 这个都一样的 所以你一个通了就万事接通 好 那因为这个是在描述什么 soluble的product 浓度的成绩 所以我们为了去denote 所以我们为了去denote它这是在描述这个事情 所以把它叫做KSP 但是也是K嘛 KAKB还是KHKW KASP全部都是K 所以它的大原则都是一样 那所以计算上面的话 应该都会算了吧 这以前高中是不是算过很多 真的假的 就是最多人 可是最多人好过几个 资康吗 really 我想说你们都是那个解KSP的高手 曾经 曾经 美好的回忆 好 这边先提点一下 就是跟KSP相关的一些 比较常数性的题目 第一个 你当然你要知道KSP它的定义 对吧 那怎么去决定的 这个KSP怎么决定出来 从它的溶解度这边 去用那个平衡常数的描述方法 你可以去找出KSP来 那但是KSP有时候很小 10的-30几 -20几次吗 那你这种怎么定 怎么定 从热力学 对啊 从FREEN的那边 这边 机率等于是什么 诶 啊 不RTLNK 对啊 那这只是因为它是这一类的形式 所以它就是SP这种嘛 但是它还是K啊 还是符合这个 然后 DELTA G还等于什么 H0-T 不要看S0 对 那所以从这边的话 你还是可以去求出K 那因为是在讨论这个 KSP这种 所以就KSP 对这个 也就是说你如果这个式子 你可以去量测 Entropy Change Entropy Change 这种是属于宏观上面实验 有办法去量测得到的 那你就可以知道在某一个特定温度下 它所对应到的平衡常数 那如果是一个这个溶解的过程的话 它的平衡常数就叫做KSP 那至于这个DELTA H0 这个Entropy跟Entropy 怎么量测 之前都讲过了嘛 如果印象开始已经Fade away Fade away 的话赶快回去复习一下 好 所以这边变成是可以量 实验可以量测得到的 然后你借由这个式子里面 就可以去求出KSP来 所以这里学生很好用的 好 那怎么去利用KSP 做一些相关的计算 比如说得到某一个眼泪 它的溶解度 这应该基本功嘛 我们等一下可以 因为这边是比较基本 所以我们等一下直接用用影片 带大家回顾一下 那这个这一类的提醒 比较常考你的 Fractional Precipitation 就是它 有的时候会考你说 在某一种Condition下 它会不会发生沉淀 或者是有好几种不同的眼泪混在一起的时候 谁先沉淀 这种题目 记得吗 应该蛮熟悉的 那如果是 Semultaneous Equilibrium 在这个里面含了好几种不同的可融的Compound的时候 你要怎么去做计算 好这类 好所以这个是基本的 Equilibrium Constant Expression KSP Semultaneous Product Constance KSP 好这个是它的通试 所以我们如果从围观的角度来看 溶解的这件事情的话 溶解我们上次讲过了 是发生什么事 它要去克服溶殖 溶殖间的作用力 溶剂溶剂间的作用力 以及它最后会形成这个 溶殖溶剂之间的作用力 那这些作用力它会在某一个程度下会达到平衡 那什么时候会达到平衡 是什么原因决定它不再继续溶剂 比如说像这个是AGCL 这个是AGL 对 已经代表值 大家都非常有慧根 晶晶斑 AGCL 那这个 这是没有溶的 这个是有溶 就是被水有包覆的 这个也是被水包覆的 那有什么原因决定 就是它的Free Energy 当Free Energy等于零的时候 它就没有 不再有做功能能力 它就达到平衡 所以不同的眼类的话 它的KSP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边都可以很快 这只是基本上你怎么去算出KSP 如果说你两种离子的浓度都已经知道的话 那你当然很简单直接带进去就好 好 来看一下这边有一个容易 1 liter of saturated calcium fluoride solution 那它说这里面含有0.0167克的CAF2 那要怎么去计算它的溶解度 摩尔溶解度跟KSP 简单喔 在这个condition下 因为有0.0167克的CAF2溶解嘛 那所以它的溶解度 你是不是要先把它的克数转换一下 你看 你先转换 克数除以它的分子量 然后除以1升 然后呢 你这个溶解的嘛 这是溶解的量 那所以你要把它的钙离子的浓度 以及浮合离子的浓度 那个剂量你要考虑一下 它就变成两倍 那这种形式的话 是这个4S三次方的形式 你先去问吗 有4S三次方 那你去借 或者是说你直接带进去 你就可以求出KSP 好 那这个呢 KSP可以用来去求它的 某一个特定的Combone的溶解度 这是之间的关系 那再来看一下这个 Calculate the molar solubility of barium sulfate in pure water and the concentration of barium and sulfate ions in saturated barium sulfate 在25度下 好 怎么算 看到一个题目 你先把反应式写出来 对不对 好 那就是把它的式子列出来 看一下 OK 那它现在是薄和 薄和的时候 那你假设它的溶解度是X 那就X 那这边就会也是X 所以X平方 会等于它的KSP 好 去解出它的X 就可以得到它在这个Condition下的溶解度 所以X平方等于KSP解出来的X 就是贝离子的浓度 以及硫酸根的浓度 以及硫酸根的浓度 10的-5m 好 这个数值 先看好 在存水的时候 硫酸贝的溶解度 是1.0乘上10的-5m 好 我们如果换一个情况 这个情况 Teculate the molar solubility of varian sulfate in 0.01m sodium sulfate 好 现在是 刚刚是存水的状态 那现在是硫酸 它融到那个0.01m的硫酸钠里面 然后去看它的溶解度 以及去跟存水做比较 好 那你知道这个它在问你什么 对 同意子效应嘛 所以BASO-4 BASO-4 所以现在的condition是等于 它在这边本来就已经有硫酸根了 那表示溶解度会变大变小 变小 变小 它因为这边有 所以它会驱使反应往这边 造成它溶解度会小 那这是一个实例 我们来操作 如果来操作看看它这个的计算 我们现在是指上谈冰 流酸钠 所以它相当于有0.01m的流酸根 那所以你把它带到 硫酸贝的这个柿子里面的话 变成硫酸贝里面 硫酸根的浓度就包括了 它本身有0.01m的 那个Distocie出来的 以及它原来就在里面的0.01m加起来 那因为KSP 刚刚就已经看到是 在10的负10次方这种数量也是很小的 也就是说这边的X能不能忽略 可以 好 这边就可以忽略了 那你再去解这个 在这样的Condition下 新的X解出来 变成等于多少 1.1乘上10的负8次方 变成有流酸跟Present的情况下的话 溶解度变成10的负8 所以还记得刚刚的原来 纯水中的溶解度多少 10的负5次方 它现在变成10的负8次方 由于同离子效应的关系 造成它的溶解度变小 而且你从这边KSP的计算 你可以去算出来它变小了多少 小了1000倍 小了10的三次方 你可以去把它从定性的描述 从乐萨特列原理定性的描述 以及到这边是直接去定量的把它算出来 最起小了多少 最起小了多少 这个是同离子效应的应用 900倍将近有前倍 好,那怎么去判断 一个眼泪在某一个状态下 它能不能够形成沉淀 能不能够形成这个眼泪 或者是说它能不能够完全溶解 靠什么来决定 其实是从Delta G嘛 对不对,从Delta G 那从Delta G这边的关系 变成可以从Q这边来判断 还记得那个数字吗 Delta G等于Delta G0加LNQ 对不对 然后Delta G0 因为Delta G0等于在平衡的时候是K嘛 所以RTLNK 那因为现在我们在讲SP 我们就把它标一个SP好了 只是标自己高薪 不是自己知道 就是针对这种眼泪 那但是都一样 那所以这边就变成是-RTLNK 加LNQ 对不对,Delta G 那所以这边决定了,如果Delta G0 有运营的时候可以沉淀 那你这边的不等式就变成 也变成过来就是 当它Q大于KSP的时候 会有沉淀 小于KSP的时候会有沉淀 就这样子 好,所以这边是热力学 它背后的原理 原理是因为热力学这个式子的关系 那边好像是少了RT 就是那... 欸欸欸欸欸欸 对啊,那有什么 为什么没有RT 这边... 乱上去吧 好,OK 然后这边 Q除以KSP 你可以把这个合并 或者是不合得,没关系 好,反正最后决定 它能不能够融过去 或是会不会形成 就是从Delta G这边来看 好,所以像这样子的例子 比如说它告诉你 它现在mix 这个多少体积 多少Amp的 potassium sulfate 然后跟另外这个 形成 另外这个是0.1Am的 lead nitrate 好,那会不会形成沉淀 所以这边会形成什么沉淀 对 以这个情况来看 你要去考虑哪一个眼类的溶解 PB SO2 对不对 好,那你就把它的式子吃起来 然后你分别把它的 你把PB跟SO2 它们分别在刚刚这样条件下的浓度找出来 好,然后带进去QSP算 就可以知道它到底能不能形成沉淀 PB跟SO2 乘起来之后去跟KSP做比较 好,那这种类似的提醒很多啦 我们可能不用带着大家一提提去看 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有什么样的提醒 类似像这样子 那你这种你要去解决的时候 你就是先判断 它可能会形成的沉淀是哪一种 你把它的式子写出来 然后你从题目给你的条件里面 你去Identify哪一些离子的浓度是可以 你可以知道可以掌握的 然后再从这边去想办法解决 去回答它要问的问题 好像这个 它刚刚是说要prevate什么 氢氧化镁嘛 所以现在等于说在这样子的convention下 我们要考虑是氢氧化镁 它的溶解跟沉淀的问题 那你就去把美的浓度想办法找出来 还有氢氧跟的找出来 得到这个Q值 那去跟K去做比较 你就可以去判断出来它会不会沉淀 那你如果要去避免它的沉淀 要怎么做 来我们看一下课本 第八章这边啊 在8-8 8-8在330页 好简单的这个Solubility的平衡 还有Solubility Product 这边主要一些课本上的立体 也会去解 比如说331页这边的立体8-11 这个是简单的去计算KSP的值 它给你溶解度 让你去算KSP的值 或者是反过来给你KSP的值 让你去算它的溶解度 好 像8-12就是反过来 要你从KSP去算出溶解度 这样的屏幕 好 然后333页这边介绍的是同离子效应 还有相对溶解度 相对溶解度 我刚刚提过 如果在一个溶液当中 它有可能有好几种不同的盐类可能形成 那哪一种盐类会先形成 那跟什么有关系 KSP KSP 它的浓度 谁先 以最小的浓度 就可以达到 就可以去 从它的KSP 达到它 要形成沉淀条件 那从这边来判断 好 像333页 333页这边 它有这个BI2S3 AG2 硫化银 这个硫化酮 那这三种 它的各有各的KSP 怎么去决定谁先溶解谁 谁的溶解度大还是小 可以直接从KSP来判断吗 这是一个蛮重要的概念 你能不能直接从KSP的大小来判断 谁先沉淀 不行 你要去算 转换成它的溶解度 转换成溶解度 然后从溶解度来看 谁先 溶解度是越小的 它越容易沉淀 好 所以像这边 这三种 都是硫的化合物的眼泪 从10的 你看硫化酮是10的-45次方 一个10的-49 另外一个是10的-73次方 对不对 但是你看这几种眼泪 它的形式都不一样 所以你要从这边去算出它的溶解度 结果你会发现Bi2s3的这个 它是溶解度最大的 你看一下那个表8-6 KSP跟溶解度的关系 结果反而是10的-45 看起来KSP最大 但是你算出来的时候 它的溶解度反而是最小的 它是10的-23次方 这个部分不清楚的举手 微懂 蛤?微懂喔? 没有大懂 还可以 需要 这边要不要 需要讲解更清楚一点的 不用 我们再感情 好 好 那有学习的热忱 我当然有教学的热忱 好 所以现在有这个 有这个 对不对 还有哪一个 对不对 这三个 然后它的解离呢 写出来 然后这个 好 然后这边 对吧 好 然后这边 如果你过去 所以它的溶解度 假设这个叫X好了 对吧 对吧 好 那这边为了区别 我把它叫它的溶解度 叫Y好了 好 那这个如果是叫Z 那你要注意系数嘛 好 那所以这边的溶解度 你怎么算 是不是它的X平方 要等于这个的KSP 对不对 好 那这一个呢 如果这个溶解度是Y 好 减Y过去 这个是Y 这个变成多少 2Y 所以它的溶解度要怎么写 是不是2Y的平方乘以Y 好 所以是4Y三方 要等于KSP 这个等KSP OK 好 那一样这边呢 这边如果它的溶解度是Z好了 那所以这边会是多少 2Z 那这边呢 3Z OK 那它的KSP要怎么表示 2Z的 2Z的平方3Z的3四方 加总乘起来之后 要等于它的KSP 好 所以这边是数学的问题 你去把这边的FMXYZ解出来 你要从这边解了之后 你才能得到它的溶解度的大小去做比较 这样 OK 好 然后再来看 336页 335页先看 PH值跟少有B2T的关系 那这个就跟氢离子浓度 氢氧跟离子浓度 的那个关联性 好 所以这边 你只要去考虑它的 比如说你用同离子效应来考虑它 好就可以了 再来 89 在336页这边 Precipitation and qualitative analysis 这边提到我们刚刚已经讲到的 Q跟KSP之间关系 会决定它的沉淀会不会形成 好 337页这边都是讲 这个 我们刚刚讲的 再来338页 选择性沉淀 Selective Precipitation 好 谁会沉淀 或是说如果都会沉淀的话 谁最先沉淀 好 那就是看不同的眼类 不同的KSP 它会有不同的这个融合 解读 像立体8至13这种题目 A solution contains 10的-4次方m的酮离子 跟12乘上10的-3次方的千离子 那如果现在点离子加进来了 点离子加进来的话 那可能会有哪几种原类的形成 点化酮跟点化千都可以形成沉淀 但是它们可能需要形成的条件 是不一样的 它们各有各个KSP 好 那谁先形成沉淀 which one precipitate first 那就算去算它的溶解度 好 看 看 它现在需要多少的点 它才 它就可以开始形成沉淀 好 好 然后 越大的 需要的点越多的还是越少的 会越先沉淀 越少的 你因为一直在加点嘛 加进来 那越少它的需求量越少 就可以防成沉淀的那一个会先沉淀 那去从KSP来算 好 所以这个应该会很简单 好 接下来 三百四十二页这边讲的是错离子的平衡 那一样是平衡 只是大原则是一样的 它所涉及到的是错离子的形成 好 所以这边的话 你们就看过去就好 那那个例题这边 你们可以自己回去练习算算看 OK 所以基本上第八章 好 我们这边讲完了 OK 你把大原则掌握住 the big picture掌握住 就可以 无往不利 好 我看一下这边有没有什么 好 那我们接下来 要进入到有机的部分 有机的命名你们有学过吗 没有 是可以延伸大二的部分 蛤 大二的时候的有机会说 那现在交 现在交 现在交 你可以现在就先开始背 对 反正你早背晚背 都是要背 蛤 蛤 蛤 所以 我们 我们 我们这本书 有的时候那个深度还不 深度不是很深 所以它的有机讲的很少 那 我 可以帮大家 再21张 看一下 我觉得这本课本有时候有一点偷懒 啊 被录起来了 哈哈 哈哈 哈哈哈 剪亮 剪亮 哈哈哈 我这边电脑也正交 对对对 我的那个 武功秘笈 武功秘笈 哈哈 不要不要 哈哈哈 哈哈哈 好希望 哈哈哈 来 那个 21张 我们先看它的目次好了 1019页 它这边只有很简单的介绍了 奥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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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变音 又变得上音 好 来看一下 21-1 奥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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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字认不认得 Aromatic 芳香族类 所以是含本环的 芳香族的碳氢化合物 Hydrocarbon Hydrocarbon知道了吗 之前要读过 炭水化合物 然后21-4是衍生物 它的Hydrocarbon derivatives 衍生物 然后聚合物 Polymers and the natural polymer 是天然的聚合物 这个是 他讲的比较简短一点 那我们开头一遍 其实我比较想要先讲 有机化合物的爱恨情仇 就是在有机化合物 学当中 有几大类的反应 是很常见的 先预告一下 就是有两大类的反应 两大类 每一类里面又分两小类 这边叫做 SN1 SN2 E1 E2 就是你以后大二的时候会常常遇到的 叫做SN1 SN2 E1 E2 OK 那这边先介绍一下 一个是取代反应 一种叫做脱离反应 那这种反应当然 在有机的时候常常用这一种 带一个晚机的这种乳化物来描述 但是这一类的反应其实普遍存在于很多的化合物当中 不限于有一些生化反应 然后一样会有这种取代反应 脱离反应 这个字先介绍一下 Aukio Aukio是晚机 黑莱是乳化物 乳素族 Aukio黑莱就是那种 乳 乳 乳丸 对乳丸 它这边会涉及到几个名词 名词先介绍一下 主角 主角 有这几个 主角 就是一个叫做substrate 机质 你可以把它看成是 反正它原来等生一个化合物 那它不管是要发生取代还是脱离的话 它有几个主要重要角色 一个是机质 那一个呢 是因为要被取代了 被取代 所以一定要有一方是离去的 然后呢 另外一方是被跑进来取代的 那这个离去的叫做离去基 然后 这个Nucleophile 是氢核剂 叫做氢核剂 那 所以当氢核性 这种反应 我们把它叫做氢核性取代反应 它在发生的时候 你发生 本来是Rx 然后氢核剂 过来介入Rx 对 离它构心的时候 它会开始 要把它取代掉 你说我们爱恨情仇 他本来把X取代掉 X之后默默怅然的离去 对 所以离去之后就变成 X负是离去基 那这个是氢核的 它就把这个X干走了 然后它取代 它去跟R接起来 这种叫氢核性取代反应 好 消息 好 那氢核性取代反应 有两种 一个叫做SN2 一种叫做SN1 那这两种的区别在哪里 他SN1跟SN2的区别在哪里 先跟大家预告它跟动力学有关系 跟它的反应机制有关系 所以你们已经学过动力学的话 这个对你们来说是很简单的事情 好 来我们先来预测一下 像这边 这边有一个 这一个是基质 这边是HBR 然后现在这边有一个CN2 所以这一个是一个基质 那其中呢 有一个要来攻击它 有一个氢核基要来攻击它 然后其中HBR这边 BR要被取代掉了 好 那取代掉之后的生成物 你来预测一下 它会是这样还是那样 左边 右边 左边 左边 右边 左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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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y? 因為他跟他的攻擊方式有關係 因為他不是明目光明正大攻擊 他是從後面攻擊 背面攻擊 這些孩子想到哪裡去了 所以是右邊那個 為什麼呢? 所以SN2跟他的反應機制有關係 他是一種backside attack 背面攻擊的形式 怎麼說呢? 他是比如說這邊 我們現在換了一個反應 但是一樣的case可以來看 從簡單的圖示來著手 所以現在是一個 這邊有一個show OH 那這邊呢 他會從這邊來攻擊 從他的後面攻擊 然後他們攻擊的時候 在某一個瞬間 他會形成這樣子的反應中間 反應中間體 中間體的時候是show跟OH- 若疾若疑同時存在 嗯 好 好 可以異會吧 對不對? 就是他已經快要被趕走了 但是還沒有完全走 這個已經來了 但是呢 已經開始發動攻擊 但是電還沒有完全接上去 所以他有這種 同時兩種基共存的情況 好 那他會形成這個transition state 然後到最後這邊他才會移去 然後OH-接上 好 像這樣子 就是the nucleophile 輕合計 他去push to act at the same time 就同時 同時像這樣 有一個反應中間 at the same time the bound to the living groups 他這邊快要斷 要斷不斷 他這邊要形成不形成的時候 會形成這樣子一個 過誤狀態 然後再來這邊斷 終於斷了 他這邊終於接上去 那所以為什麼叫SN2 這邊的S指的是substitution 取代 取代 然後為什麼是N 輕和性 這個N指的是輕和性 為什麼是2呢 因為它是一個二級的反應 對 它是一個二級反應 因為它的速率會同時受到 Rx以及輕和性的影響 都會決定反應速率 所以它的反應速率是這個 那大家對於動力學應該都很熟悉了 所以這個一看就不知道 這是一個二級反應 好 那這種SN2的這個二級的 輕和性取代反應 它會發生這種主態反轉的情況 那主要就是 原因就是因為它發生的機制是 輕和劑是從背面去攻擊它 然後離去劑從另外那邊離去 所以反應了之後 變成是有一個反轉 你看起來是反轉 其實你如果知道它的 它是怎麼發生的 然後呢 要休息嗎 好 休息 好 休息一下 我們就要做到 好的 我們就要做它